审美是人类共同的特征,任何人都喜欢欣赏美丽事物,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更美。 化妆、健身、剪肢、塑形、保健,都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美丽。 不过,除了这些方法,还应该注意,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很重要。 比如睡姿,谁能想到,睡姿补的也会变丑呢? 人类的睡姿,主要有三种,养卧、侧卧、抚卧。 睡眠运动系统开始工作后,有65%的人习惯侧卧,30%的人习惯养卧,其余5%的人习惯抚卧。 这三种姿势各有利地。 对身体来说,最理想的睡眠系统,应该具备良好的舒适性,即能支撑身体,使脊柱处于自然状态。 侧睡是最容易被采用的睡姿,使脊柱成一条支线,同时保持颈椎前秃,胸椎后秃和腰椎前秃的自然曲线,但左侧卧会压迫心脏,建议右侧卧睡姿。 当腹卧睡觉时,胸腔和肠的被隔膜挤压,加大了对背部的压力,这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。 仰卧睡姿,臀部和背部接触床垫,而腰部只获得很少的支撑,这个姿势可引起背部疲劳和疼痛。 此外,不同的水姿也会影响面部皮肤,乃至面部结构的变化。 长期侧卧和腹卧,会移压面部皮肤,容易使皮肤产生细纹。 仰卧是则没有此顾虑,但对于呼吸系统不好的人,仰卧可能导致呼吸不畅或憨声加重。 本能治下,张口呼吸,形成了口式呼吸。 长期的用口呼吸,会导致牙和肌面部肌形的发生,如牙弓狭窄,恶带高拱,上牙前秃,下颗后缩,长眠等。 如果同时有变桃体肥大的症状,也有可能发生下颗前秃,形成口呼吸面容。 相对于细纹,口呼吸面容才是真正意义的变丑。 口呼吸大多数存在于仰卧睡姿,中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,故不建议此类人采取仰卧式睡姿,同时也存在于一部分侧卧睡觉的人。 由于面部受到挤压而导致嘴巴张开,也处于口呼吸的状态当中。 那些睡觉会流口水的姑娘小伙子,也该多多注意了。 父母应从小注意孩子睡姿,避免孩子口视呼吸而变丑。 如果有,及时到耳鼻喉咳就应,用户可关注中国家庭报官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